好了同学们 我看你们课间有些人对这个4.32还是听不懂是吧 我再给你们翻译翻译好吧 我再换一种方法 因为有些同学确实可能基础稍微差一些 我给你另外一种方式给你讲解一下 你看看能不能理解 说在确定可接受的物受风险水平时 这个可接受的物受风险叫可接受的抽样风险对吧 我给你模拟一种场景 这核心讲的就是什么 你敢不敢用抽样这件事情 第一种叫敢 敢用抽样 第二种叫不敢 我问大家 当确定我们可接受的抽样风险越高 我能够接受这种抽样风险 我是不是就敢用 这叫敢用 对吧 那我不能接受 或者你说我更低的去接受这种抽样风险 那我就不敢用呗 这个第一个就是用 敢用就是用好吧 不敢用就是不用 行吗 这能理解吗 到这能跟得住吧 第一个愿意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怕审计失败 是吧 愿意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 不就是怕发表错误的审计意见吗 你越怕他发表错误的审计意见 我问你你是敢用还是不敢用 你不就不敢用抽样吗 受到影响吧 是不是 这个B我不用多说了 那个效果效率前面我说过了 选项C说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越高 你看啊 风险越高 我问你你敢用不敢用 你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那么高 你还敢用吗 你就不敢用 那是不是也受到重大错误风险的一个影响 第四个 选项4D针对于同一认定的其他实质性程序的检查风险 其他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其他的工作做得越好 你是不是就越敢用 那不也影响吗 AZD这种方法行不行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对吧 再去品一品啊 因为这块确实有一些难度 如果不懂 听一听那个鲜血班好吧 鲜血班我讲的非常细啊 我把这些模型里面的这些 涉及到这个内容都讲的很细致啊 OK了哈 行吧 那我们来看控制测试里面的设券屏 这里面其实内容有一些非常简单 比如说第一个叫确定测试目标 针对于控制测试 我们测试的目标是什么呀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 结束了 很简单对吗 然后针对于定义总体 考虑三个性质 适当性 完整性 同质性 为什么是同质性啊 一说属性抽象 一说控制测试 干嘛画圆好吧 2001张审批单 我只看他签没签字 所以这2001张审批单在我眼里 都是一个一个大大小小 一样的圆 只不过有一些他没签字 这01的问题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具有同质性啊 都是一样的 是不完全一致啊 只不过啊 你考虑一下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人工和自动化的 针对于人工控制 自动化控制 你可以区分一下 同时呢 评价不同的控制情况 定义不同的独立的主体 如果是人工的和自动化的 你就给它分成两个主体就行了 第二个定义抽象单元 可能是一份资料 一个记录或者其中的一行 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圆 OK吗 但不可能是什么 一个货币单元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性抽象 测的是内控啊 定义偏差构成的条件 比如说签字没签字 前面举个例子吧 定义什么是偏差 比如说签字了就没偏差 没签字呢 就是偏差 这要对于偏差构成的条件 最后测试期间 你是测1到12月份的 还是测8到12月份的 这个很简单 是不是这样 作为一道题目 说我们的注册快师 运用审计抽样 实施控制测试的时候 看到控制测试 你知道它是一个属性抽样 它是一个一个大大小小 一样的圆 下列各项中属于界定总体时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适当性 完整性 同质性 没有变异性 对不对 我看不看签字 它哪来的变异性啊 要不然就是签了 要不然就是没钱 它都是一张张的审批单 随着要提 需要考虑的是ABD 考虑五 在控制测试中 涉及到的选取样本阶段 涉及到三个环节 来我们再画一遍那个图好吧 慢一点 我想慢一点 你们认真听啊 特别是听不懂的同学 我们上一个 设计样本阶段 我们干什么事 我们是把这四个 画出来了 什么定义总体啊 定义测试区间 我们就把这四个方框 给我画出来了吗 这是我做的第一步 第二步 在做工作了吧 确定我们的抽样方法 确定我们的样本规模 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选取样本啊 说的是这个环节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叫选取样本 并实施审计程序 说的是哪个环节 说的是第二个环节 所以在我这样图里 他在走那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和第二个环节 而确定抽样方法 决定了什么呀 是不是决定了像不像啊 你随机选的 你冰冷的像一台机器 你选出来的样本就像 总体叫确定抽样的方法 而样本规模呢 是不是定大小啊 样本的大小 都是在定这个东西 我不是第一步吗 选取样本环节 就确定俩事 你要确定一个抽样的方法 你怎么去抽 第二个呢 你去确定你的样本规模 选多少作为我们的样本 最后你就能够确定下来 具体样本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什么叫做抽样方法呢 一共有四种 但实际上能用的只有三种 第一个叫简单随机选样 这个口诀记住了 叫手法随机等概率 什么叫手法随机啊 就是你选哪个具体的样本 它那个序号都是计算机 告诉你的 这手法不是随机的吗 所以样本选出来的概率是相同的 这终于来等概率了吧 第二个什么叫系统选样啊 叫手法系统等概率 什么叫做手法系统啊 就是你这个起始点 我把这个所有的源都排成一排 我这个起始点是计算机给我的 它不也体现了随机吗 给完我之后呢 我每五个或者我每十个选一个 它是有一定频率的 这叫手法系统等概率 它也是等概率的 第三个叫随意选样 这个地方你给我改一下 我写的是人为克制不等概率 但是我给你换一个说法 好记一些 叫手法随意有差异 什么叫手法随意有差异啊 所谓的手法随意 就是这个地方跟计算机没关系了 它不是冰冷的像一台机器了 而是注册快师去选 同时准则告诉我们 注册快师尽量去避免这种刻意的 有自己的意味在里面 有自己的意图在里面的去选择 但是就算你避免这种情况 只要是注快选的 不是计算机的 它都是什么 不等概率 不等概率就是有差异的 能听明白不 我之前说冰冷的像一台机器 要求你冷血选样 对吧 哪两个是冷血的 有计算机的是冷血的 简单随机选样 所有的这些序号 选出来的项目 都是计算机出的随机数表 系统选样 这个起点是谁啊 是计算机给出来的 它也有计算机 但是随意选样呢 是注册快师选出来的 有同学说注册快师 避免了这种意图在 我是不是就能够做到等概率 你做不到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的领导让你去选样 选样的时候告诉你啊 你随意选样 但是呢 千万不要把那些特别大 或者特别小的都抽出来 尽量的均匀一些 就这一句话 我问你啊 均匀一些这件事情 有没有破坏随机这件事情 告诉我 均匀有没有破坏随机这件事情 谁告诉你随机选出来的 就一定得均匀啊 人有可能就把大的全都选出来了 所以只要是人 你甭管怎么着 只要是注快 没有利用到计算机 它都是随意选样 随意选样就不等概率啊 它就是有差异的 然后针对于整群选样 这个东西不能使用 所谓的整群选样 有点像精选 对吧 我把前五大一群 全都选出来了 这个不能用就行了 那针对于我们之前说的 高冷 我们的统计抽样只能用什么 第一个和第二个 而非统计抽样呢 一二三都可以用 OK了吗 确定我们的样本规模 这些因素 知道什么意思 会变不 是不是也比较困难 利用我那张四个格的图 非常好记啊 你看我慢一点 你们认真听啊 这四个格的图的含义 你们没掌握 你们掌握好了 这个很好理解 第一个叫可接受的 信赖过度的风险 我问你啊 就刚才那个 你们不会做那道题 什么叫做可接受的 信赖过度的风险 是不是可接受的抽样风险啊 抽样风险是一个 完全数学的风险 它在哪两个环节 它在那个选样环节 和推断环节呢 变大变小的这个环节 所以第一个因素在这儿 啥意思啊 你能够接受的抽样风险 如果越高 那你对这个项目就越宽松 你可以选择的样本 就少一些嘛 好理解吧 第二个叫可容忍的偏差率 什么叫做可容忍的偏差率 这就叫及格线 你不是最后要对于这个总体 得到一个结论吗 你拿什么去做比较呢 就是可容忍的偏差率 比如说你推断完总体的偏差率 是10% 或者你推断完总体的偏差率上限 是12% 你拿谁比啊 就拿这个比 叫注册快识能够容忍的偏差率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那个及格线 它在什么位置 它在最后这个位置 第三个叫预计总体偏差率 什么叫预计总体偏差率 就是我在没有做具体的工作之前 在总体这儿 我先抽两个项目试试 当然那个抽应该是选啊 不能叫抽了 它只能叫选两个项目 我先看看情况 我可以考虑历史的情况 我也考虑在本期随便选两个 看看这个总体好还是不好 比如说我抽出10张来 随便抽出10张来 当然这个可以人自己选 随便抽出10张来 8张都没签字 8张相关内部控制有切线 你预计总体偏差率就比较高 对吧 这就是一开头发现了吗 就是总体的质量 它形容的是总体的质量好不好 那我预计总体偏差率越高 这个质量越次 那我的样本规模呢 你就得多做一些工作呀 好理解了吗 所以123最重要的这三个 它的位置你要搞清楚 在我这张图里面 一就是抽样风险的这个位置 而二呢 说的是及格线 是最后去得到我们总体结论的那个位置 而预计总体偏差率呢 是一开始 这个总体质量好不好的那个位置 能听明白不 总体规模呢 总体规模不影响样本的规模 针对于大规模总体 2000个 2000以上的 大于2000的 为什么我要说2001张采购单啊 就是不能等于2000 要大于2000 2000以上呢 它不影响我们样本规模 2000也好 20000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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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选300个样本 它不影响我们样本规模 而小规模总体呢 它不太适合用抽样 其他因素 这个是其他账截学习的内容 我们来以提代点试试看 第二个 叫确定我们的样本量 针对于统计抽样 我前面讲了是不是高冷啊 所谓的高冷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定量 定量确定具体的样本规模 而非统计抽样呢 它只能定性 对吧 我们著作快师 利用职业判断 确定样本规模 就行了 第三个 选取我们的样本币 实施审计程序 这是一个审计的问题 对吧 它跟数学又没关系了 是其他章节的问题 这你们就轻松了 对不对 什么叫做无效单据啊 针对于无效单据 比如说 我正常履行了2001笔 采购单的一个流程 是一道签字的问题 但是有一笔 我没有在这个流程里面走 因为它太重要了 我履行了一个特殊的程序 比这程序还严格 那针对于这来说 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单据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替换 但是什么叫做偏差呢 重点去记 如果说我抽出来 相关的单据没了 或者是损毁了 这就不叫无效单据了 你就不能做替代 你只能怎么样 认为它是一个偏差 你画一个圈 再打个差就行了 我们做到题目啊 在运用审计抽样 实施控制测试时 你画一个一个原被 下列各项因素中 不影响样本规模的是 选项A 说控制的类型 这个有没有影响 这是其他因素里面的 人工 还是自动化的 当然自动化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用啊 或者是人工 或者是非人工吧 不同控制的类型 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样本规模 或者你说频率 或者其他内容 这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样本的规模 对吧 你当然说自动化不太好啊 选项B 可容忍的偏差率 什么叫可容忍偏差率啊 叫及格线 对吗 什么叫及格线 来画个图吧 我最后去看这个总体 给这个总体形成结论的时候 要看那个及格线吧 我及格线 相对来说 可容忍的偏差率越高 意味着我对这个项目 越宽松 对吗 那越宽松的话 你样本规模 可以少做一些工作 你的样本规模 不就小一些吗 选项C 说控制运行的相关期间的一个长短 是12个月的呀 还是8个月的呀 运行时间越长 那你的样本规模不就越大吗 这是别的章节学习的知识了 小四弟呢 选取样本的方法 它影响的是什么 是样本的代表性 对吗 它影响的是像不像 像不像跟大与小有关系吗 没关系 选取样本的方法 只会影响到 你选取来的这个样本 它跟我们的总体 整个的结构像还是不像 它不会影响到样本的规模 那不影响的是四弟呗 OK了 19题 下列有关于审计抽样的概念里面 说法错误的是 选项A 说使用审计抽样时 注册块师应当更予以关注 信赖不足和物据的风险 什么叫信赖不足啊 我不信赖往外推对吧 不吃药 还有呢 物据 物据也是往外推 错误的拒绝吗 这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效率啊 我不吃药不就影响我好的慢吗 我更关注的是效果 我怕我审计失败 我累点就累点呗 所以选项A说错了 选项B 说在细节测试中 使用我们的审计抽样时 注册块师需要确定 相关账户余额的初始金额 用不着啊 被审计单位的未审数人员都给你了 选项C 说对于总体所有的项目都实施检查 百分之百做工作 我们的审计风险完全由非抽样风险产生 正确还是错误 这个是对的 这个怎么去理解啊 之前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 有没有一个公式 说是这个抽样风险加上 非抽样风险等于检查风险 还有没有一个公式 说这个抽样风险加上非抽样风险 等于审计风险 我问你这俩公式对还是不对 告诉我 这俩公式对还是不对 我告诉你这俩公式其实都是对的 你怎么去理解呢 咱们的这个抽样风险 你可以比喻成什么 比喻成人类好吧 人类是有高的加上矮的 检查风险呢 你比如说 比如说男人 男人他也有高的 有矮的 对不对 因为本身啊 审计风险跟检查风险 他们两个是一个维度的问题 抽样风险跟非抽样风险 他俩是一个维度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都是对的 有什么毛病吗 咱们的抽样风险 加上非抽样风险 等于检查风险 可以怎么理解 但是这个等于号 没有准则的一个必然要求 因为压根就不是在一个维度谈问题 你说这个抽样风险 加上非抽样风险 等于审计风险 这也可以 这就跟底下我说的 这两句话都是对的 人等于高的加矮的 男人也等于高的加矮的 这是一样的 只不过高低这件事情 跟人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事 所以选项C的说法是对的 小四弟 说我们的注册块 是通常在非统计抽样里面 使用随意选项和整群选项 整群选项不能使 你知道提错误的是ABD OK了吗 有同学说检查风险 不等于审计风险 当然了 那我说的这个人也不等于 完全不等于男人 还有女人呢 OK了吗 它不是一个维度讨论的问题 这个高跟低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的抽样风险 跟非抽样风险 这个人和男人 相当于这个检查风险 跟审计风险 它俩不是一个维度的问题 B怎么解释 在细节测试中运用 我们审计抽样时 注册块是需要确定相关余额的一个初始金额 这个初始金额叫未审数 你不需要去确定 好吧 非常好 二十题 下列抽样方法中 通常可以用统计抽样 统计抽样要求高冷 冰冷的像一台机器 系统选样可以 还有呢 随机选样是可以的 随意不行 整群谁都不行 所以这要题正确的是A跟B 二十题多选题 下列有关于控制测试的样本规模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选项A说 对于相关的控制 依赖程度增加 所需要的样本规模增大 越依赖越测试吧 选项B说 大规模总体中抽样单元数量增加 样本规模不会发生变动 啥意思呀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像在渤海 还有在太平洋 你去测他们俩的水质 他们两者都是大规模 对吧 那他们的水质 你在测的时候 你选取的那个标本 它的数量 或者说你说 它的这个水量 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有任何区别 选项C说你测试的 我们总体预计的偏差率增加 这叫什么 这叫总体质量差 对吗 总体质量差的话 那你样本规模应该大一些 做更多的工作 你能够容忍的风险就小 对吧 选项4D说可容忍的偏差率增加 什么叫可容忍偏差率增加 我能够容忍的偏差率增加 那我对于这个项目的更加轻松 对不对 所需要的样本规模呢 就小啊 你就做更少的工作就完了呗 那大就错了 错误的应该是B跟D 是吧 好理解吗 28题 在控制测试中运用审计抽象时 下列影响因素与我们的样本呈反向变动的有 怎么去做啊 画画箭头呗 选项A说总体的变异性 什么叫总体的变异性 总体变异性说的是大大小小不一样 对吗 这叫变异性 咱们在做什么呀 在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是这样的吗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一个圆啊 它没有变异性 选项B说预计总体的偏差率 叫总体的质量 预计的总体偏差率越高 就总体的质量越差 对吧 总体的质量越差的话 那我们的样本规模呢 就得越多 对不对 做更多的工作 它是同向变动的呀 选项C 可接受的信赖过度的风险 这是可接受的抽样风险 你能够接受的抽样风险越高 你对这个项目就越宽松 越宽松的话 你可以少做工作 这是反向变动的吧 选项4D叫可容忍的偏差率 什么叫可容忍偏差率 这不及格线吗 你能够容忍的偏差率越高 意味着你对这个项目越宽松 越宽松的话 那你做更少的工作 你的样本规模就可以小一些吧 这是反向变动的吗 那就是C跟D吗 OK了 考点6 叫在控制测试中抽样 评价样本阶段 首先第一个叫计算偏差率 计算谁的偏差率 问问大家 来 还画这个图 前面这两步咱们都走完了 接下来该走哪步了 该走第三步了 计算谁的偏差率 计算样本的偏差率 是不是 然后考虑抽样风险 又来了吧 这个是个数学问题吗 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这是一个审计问题 这是其他章节的问题 最后得到一个总体的结论 计算偏差率 我们计算的是样本偏差率 样本偏差率 就是注册块是对于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但是我们还要干嘛 考虑抽样风险呢 这个地方重点听啊 我问问大家 我们之前说了 统计抽样 它有一个定量的特征 对吗 非投计抽样呢 它是定性 我现在就告诉你 它怎么做定量和定性 咱们现在这一步 就要考虑抽样风险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抽样风险放进去 我问问大家 针对于这个统计抽样 它把抽样风险放在哪了 你告诉我 针对于统计抽样 它把抽样风险 是不是放在总体偏差率上限这了 刚才我们算出一个样本的偏差率 比如说是10% 针对于非投计抽样 它那个样本偏差率 咱也说是10% 如果我是统计抽样的话 我要计算一个总体偏差率上限 比如说我算出来是12% 12%和10%之间差的这两个百分点 就是什么 就是抽样风险 它不就考虑了相关的抽样风险吗 那我问问大家这是什么 这是数字 所以叫定量 懂了吗 那非同级抽样 它怎么去考虑抽样风险 它没法放到总体偏差率 变成一个总体偏差率上限 那它只能放在符号里面 它去更严格的进行比较 所以它是定性 你看见没 这叫符号 所以它是定性去考虑 那这个怎么记呢 叫叉叉问号钩对吧 把这个记下来 针对于统计抽样 我们说的是总体偏差率上限 什么叫叉叉问号钩 所谓的叉就是不能接受 问号就是考虑是否接受 可以接受呢 就是钩 然后跟谁比较 跟这个及格线嘛 叫可容忍偏差率去进行比较 统计抽样的这个叉叉问号钩 怎么写呢 不能接受的 首先大于是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们最后总体算出来的 这个偏差率上限 就是这个12% 它超过了可容忍偏差率 它接受不了 第二个呢 等于呢 它也不能接受 这不大于等于吗 问号考虑是否接受呢 叫小于但是接近 连着的啊 考虑是否接受 那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啊 小于的时候可以接受 这叫叉叉问号钩 但你记住了 针对于统计抽样 这个地方是上限 但是非统计抽样呢 非统计抽样 它没有算出来这个上限 那它只能放在符号里 就更严格一点 你就把这个叉叉问号钩 给我往下移就行了 等于接受不了 小于但接近也接受不了 不大也不小呢 要考虑是否接受 最后呢 远远低于才能接受 把这个画下来 然后底线再画上 这是个零 也就是底线是零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叫可容忍偏差率 你比如说是8% 最后我计算出来了 比如说总体错报的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比如说是12% 它超过了8% 我接受不了 如果算出来不是12% 我算出来是8% 它俩相等了 我也接受不了 但如果很接近呢 如果是7.9% 我考虑是否接受 如果低于呢 如果是6% 我就可以接受 OK了吗 可容忍偏差率 是个百分比 同学啊 可容忍偏差率 是个百分比 它跟实际执行重要性不一样 实际执行重要性是个数字 你说那是可容忍错报 听明白了不 叉叉问号勾 叉叉问号勾 什么意思 那我问问大家 这个抽样风险在哪呢 统计抽样的抽样风险在这呢 它算出来一个上限 而非统计抽样 它在哪考虑了 它在这个符号里面就考虑了 它把下平移了 更加严格了 OK吗 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这是一个审计问题吧 所以既然是审计问题 所以无论是统计抽样 还是非统计抽样 均需要对于样本结果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 应当定性 也应当定量 这跟统计 非统计就没关系了 这是什么 这是审计的问题 针对于处理的偏差 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偏差 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个扩大我们的样本规模 这不接着干吗 就我不服气 接着执行控制测试 还有一种呢 我不做了 我更偏向于实质性程序 最后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 如果我们的样本结果 不支持计划的控制运行有效 和重大错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我们一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叫进一步去测试其他的控制 如补偿性控制 它还坚持我们的综合性方案 第二种呢 我就不做综合性方案了 我就做实质性方案了 去调整我们实质性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我们做到题目 下列有关于控制测试中 去运用审计抽样的说法里面 错误的有 选项A说注册块 是应当根据上年测试的结果 对于我们预计的总体偏差率 测总体的指令 对吧 进行评估 并考虑被寻定单位 内部人员 内部的控制和人员的变化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利用上年的结果 我刚才说了 你本年抓几个测一测也行 所以选项A的说法是错误的 选项B 与我们的细节测试中设定的可容忍错报相比 注册块时通常位于我们的控制测试 设定相对较高的可容忍偏差率 较高的可容忍偏差率叫松对吗 相比于细节测试 我们对控制测试更加的宽松 这说法是正确的 选项C说在评价我们的样本结果时 如果发现样本中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它的影响是广泛的 那你扩大样本规模就没有用 选项4D在评价样本结果时 我们的注册块师无需去考虑 以识别的偏差导致财务报表 金额错报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侧内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错报 对吧 你怎么可能去不考虑相关错报的性质 或者金额呢 你要考虑的 所以选项4D的说法也是错的 那这一错误的应该是ACD 有的人说一不理解 你看说注册块师应当根据上年测试的结果 去做预计总体偏差率的一个工作 不一定 它可以利用上年测试的结果 也可以呢 本年自己再试几次 是吧 OK了 是可以 A是可以 核心考虑7叫做细节测试 来了吧 细节测试当中的 设 选 平 所谓的细节测试应该是方框 对吧 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方框 首先确定测试的目标 我们是为了找错报 细节测试是为了找错报 定义总体 适当性还有 完整性还有 它没有什么了 没有变异性 没有同质性了 因为它具有变异性 对吧 大大小小不一样 定义我们的抽样单元 这个地方有点区别了 可能是账户余额 可能是交易 也有可能是一个具体的记录 而且有可能是 每个货币单元 它指的是货币单元抽样 同时注册块是在定义 抽样单元时 应当去考虑实施计划的审计程序 和替代程序的一个难易程度 之前大神给你们举个例子 对吧 含证的时候 我到底是含客户还是含交易 我在抽样的时候 我到底是按客户抽 还是按交易抽 那针对于不同的替代程序 它的难易程度不同 那可能我选择的 抽样单元就不一样 第四个 界定错法 注册块是应根据 我们的审计目标 去界定相关的错法 这不用多说了 来了 我们做道题 37题 说注册块是运用审计抽样 进行细节测试中 下列个项中 可以作为抽样单元的有 一个账户余额 一个记录 每个货币单位 这是货币单元抽样 一笔交易 这要题正确的是ABCD 非常好 核心考虑8 看我们的选取样本阶段 选取样本阶段 干几件事啊 你看是不是跟那个 控制测试是一样的呀 来 再跟我复习一遍 所谓确定抽样方法 方法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 就会导致影响它像还是不像 而确定样本规模呢 就是样本的大小 它们俩共同影响什么 共同影响抽样风险 但是它们两者之间不会相互影响 像不像 跟大小这件事情没关系 对吧 然后针对于选取样本 并实施审计程序 这是一个审计的过程 然后底下 虽然它叫 确定抽样方法 但它的本质 我跟大家说了 传统变量抽样 和货币单元抽样 它不是具体的抽样方法 什么叫具体抽样方法 简单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 随意选样 这叫抽样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流程 就是这个的流程 就是传统变量抽样 它会给你介绍一套 我这个流程 货币单元抽样 它还会给你重新介绍一遍 我这套流程 告诉你 针对于这两套流程 它该怎么做 那传统变量抽样 涉及到的这三个方法 它是指哪个阶段 它其实是指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它没说 对吧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也好 还是货币单元抽样也好 它都是统计抽样 所以针对于第一环节 我问你统计抽样 第一环节 抽样的具体方法 应该是什么方法 要不就是简单随机选样 要不然就是系统选样呗 只不过它没说 为啥没说 因为没特点嘛 然后第二个环节还用说吗 执行审计程序就不用说了 这个均值法 差额法和比率法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推断这个环节 就第三阶段的事 它会有均值法 差额法 和比率法 有这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的 适用条件和核心内容是什么呀 跟我一起记 所谓的均值法 就是我们认为 样本的每一个的以审数 和总体的以审数是一样大的 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应当对于总体进行分层 如果你采用均值法的话 你必须进行分层 为什么呀 分完层之后 就会保证我们的未审数差不多大 第二个注册块是预计 我们的样本项目 它的审定金额和账面之间 没有差异 或者只有较少的差异 意味着错报 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这样未审数减去错报 不就等于以审数吗 第一个条件表证了我们的未审数差不多大 同时呢 第二个条件说没有存在差不多 没有存在相关的一个错报 错报就几乎很微小 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样就保证了以审数是一样大的 我们可以去计算每一个样本里面 每一个项目的以审数 从而去推断总体的以审数 第二个叫差额法 什么叫差额法 叫错报一样大 就是样本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它的错报和总体的每一个项目 它的错报是一样大的 怎么去保证 第一个 首先你得有错报吧 要存在错报 第二个呢 叫错报金额与我们的项目数量 密切相关 啥意思呀 就我不管这个方块 是大的还是小的 反正我这个地方 错报的这个部分 它是一样大的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错报的金额 就只和项目的数量有关系 比如我每一个项目 我都错五元 那你最后错报一共有多少 只取决于项目的数量 你看你有几个五元呗 最后一个叫比率法 比率法是指什么 它是指样本里面每一个项目 它的错报百分比和总体的 错报百分比一样大 首先你还是得保证有错报 没有错报这事你干不了 第二个 你要保证错报的金额 与我们项目的金额密切相关 啥意思呢 就是我每一个项目 我都错百分之三十 甭管是大的小的 反正就错百分之三十 你跟我有多少个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只跟这些方况加起来 最后有多少数有关 你直接乘个百分之三十 就结束了 具体传统面量抽样的一个优缺点 一会我们讲完货币单元抽样之后 再给大家详细讲 那么来看看什么叫做货币单元抽样 货币单元抽样还是走我那个流程 我说了传统面量抽样的一个特点 在推断那个流程 但是货币单元抽样呢 它的特点不在这 你看还是这样的流程 货币单元抽样它的特点在哪里啊 首先第一个 针对于选取样本阶段 后面学计算的时候 你知道它这用的什么选样 用的系统选样对吧 同时呢 它选的对象是什么单元 是逻辑单元还是货币单元 是货币单元 第二个环节 到执行审计工作的环节了 它的对象又变成谁了 又变成逻辑单元了 然后最后再推断这个环节 推断这个环节用的逻辑单元还是货币单元 它用的其实还是货币单元 你们学那个大间隔小间隔的时候 没有体会到吗 推断的时候它用的其实也是货币单元 叫大则大矣 大的话你就用它的适时错保 小呢 污染整个区间 那不还是考虑的是货币单元的问题吗 所以它叫什么 它叫综合属性变量抽样 它怎么综合的呀 在选取样本和推断的时候 它用的是货币单元 而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它用的是逻辑单元 OK了吗 而且它这种方法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 之前我们说了 针对于变量抽样 它是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方框 但是这些方框 它都是由不同的圆组成的 对吗 我是不是利用这种方法 从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 你告诉我 它还有变异性吗 我现在都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单位了 你每一个圆作为一个抽样的主体 那还有没有变异性 没有 所以货币单元抽样的本质是 从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 你记住了啊 这个很重要 后面去理解它的优缺点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货币单元抽样 它有一个复杂的逻辑 为什么呀 它在选样的时候用的货币单元 执行工作时候又用逻辑单元 最后推断的时候又用货币单元 它搞得很复杂 逻辑很复杂 但是呢 它这个好处是什么 它从根本上解决了 变量抽样的最大的缺点 就是变异性 而我问问大家 咱们这个均值法 就传统变量抽样里面的均值法 差异法和比率法 它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变异性 没有 那它是怎么解决变异性呢 它是利用假设解决的变异性 非常好啊 能理解出来吧 它假设 每一个样本的一审数 每一个的一审数和总体的一样大 它假设 样本里面每一个项目 它的错报和总体的一样大 它假设 样本里面每一个错过百分比和总体的百分比一样大 但实际上呢 这种假设合不合理啊 不一定合理 所以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变异性 这是他们俩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所以到这儿啊 我们来看一下货币单元的一个抽样的特点 然后给大家去总结它的优缺点 首先第一个 每一个货币单元被选中的机会相同 为什么相同 首先第一个货币单元抽样和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它都是统计抽样 另外呢 它每一个抽样单元是具有同质性的 因为是货币单元嘛 所以它具有同质性 那就意味着每个项目被选中的概率 等于该项目的金额与总体金额的比率 项目金额越大 球不就越多吗 你想我五百万 那每一个球代表一百万 那我就有五个球 那我更大一点六百万我就有六个球 八百万我就有八个球 那你项目金额越大 你的球不就越多吗 那被选中的概率就越大 有助于我们注册快试将我们的审计重点放在较大的余额上 同时我们的注册快试不是对于货币单元去实施检查 是对于什么 对于逻辑单元实施我们的审计程序 然后接下来去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货币单元抽样和传统变量抽样的一个优缺点 这点地方注意听啊 首先 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 之前大神给你们比喻过也讲过 但是我要告诉你它的本质 咱们的这个变量抽样它的本质就一个问题 它解决什么问题啊 它跟属性抽样不一样 我们的变量抽样要解决的是变异性的问题 数学最害怕变异性 你大大小小不一样我怎么推啊 是不是 我得想办法变成一样的 那针对于变异性这个问题 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和传统变量抽样分别是怎么解决的呀 第一个我们先说传统变量抽样 传统变量抽样它是使用假设的方法解决的 对吧 假设的方法就是我假定它一样大 假定一样大了我们就解决变异性的问题了吗 但是这种假定是粗暴的 粗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简单 这小学生数学是不是 这一会我们带你算一算 这个均值法差额法和比率法 咱们口算就能算出来 它的思路想法非常简单 它就认为你看 本来我说这里面大大小小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非要找一个一样的东西 要不然我说这里面的疑神数一样大 要不然我说这里面错报一样大 要不然我说这里面的百分比一样大 是不是想法很简单啊 那它想法简单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计算复杂 你看啊 想法简单 它解决变异性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它就假设它们是一样大了 那就意味着计算很复杂 要利用计算机去计算 它就像什么呀 我给你比喻一下 之前大神也说过 它就像把大砍刀 是不是 容易可以去解决什么呀 可以去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而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咱们再去分析一下 它是通过这种复杂的逻辑 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啊 它的逻辑 或者你说它的想法非常复杂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计算就简单 怎么提前计算简单 你都要学习 都能够交给你 它不就计算简单吗 咱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有没有告诉你 怎么去计量我们的抽样风险 它都没告诉你 所以计算太复杂了 它相当于什么 手术刀 它非常的精准 第一个大砍刀 适合处理差一点的总体 就预计的总体错报比较多 针对不好的总体 我只用大砍刀给它砍掉就行了 反正我粗暴的假设嘛 但针对于好一点的总体呢 我没有几个错报 我更适合用手术刀 就是货币单元抽样 如果你能理解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优缺点 首先第一个 以我们的 先看什么 先看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以我们的属性抽样为原理 便于我们计算样本规模 和评价我们的样本结果 通常比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更易于使用 虽然思路比较难 但是呢 我们自己能算 这不就易于使用吗 第二个叫 确定我们的样本规模 是无需直接考虑 总体的特征如变异性 它为什么不考虑变异性 因为它从根本上 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 它把这个一个一个的 逻辑单元都拆成一个一个的球 所以这些逻辑单元之间的 变异性就消失了 全变成一致的 一个一个的货币单元了 第三个叫 无需通过总体的分层 减少变异性 它已经根本的解决了变异性了 所以它不用做分层 而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体现了数学怕变异性 你分层了之后 能够降低变异性 从而减少我们的样本规模 减少我们的工作量 这不数学就怕变异性吗 第四个 使用我们的系统选样 选取样本时 说了用系统选样对吧 如果我们的项目金额 等于或者是大于 我们的选样间隔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一定会被识别出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逻辑单元里面 涉及到的一个一个货币单元 它都是挨着的 如果我们那个选样间隔 比如说是10个 那实际上这个球呢 一共有18个 那它肯定会被选中 那该项目一定会被选中 好理解吧 第五个叫 如果注册块 是预计错报不存在 这叫什么 这叫好的总体 对吗 那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的样本规模 通常比传统面量抽样方法更小 样本规模小 体现了它好用 是不是这道理啊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缺点 货币单元抽样 不适用于总体被低估 为啥呀 被低估之后 它没有球 没有货币单元 它抽不出来 同样针对于这个零预额和负预额 也是一个道理 它没有球就抽不出来 当发现错报时 如果说风险水平低定 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在评价样本时 可能会高估抽样风险 这就是大神讲过的 那个饥饿如愁 对吧 从而导致 货币单元抽样所需要的样本规模也会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单元抽样的样本规模可能会大于传统变量抽样的样本规模 就是当总体变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手术刀可能就没有大砍刀好使了 你直接利用粗暴的假设 利用传统变量抽样 你的工作量可能会更小 接下来确定样本的规模 跟前面一不一样 跟我们在控制测试里面学习的其实差不多 来我们再分析分析这几个因素都在什么位置 首先第一个叫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这是不是一个抽样风险 在这个位置吧 能够接受的这种抽样风险 第二个可容忍的错报 这不是那及格线吗 在什么位置 在最后对于总体得出结论的那个位置 第三个预计的总体错报 看看这个总体质量好不好 在最开头的这个位置 第四个总体规模 结果讲了 总体规模不会影响样本规模 最后一个总体的变异性 总体的变异性只会对于传统变量抽样产生影响 对于货币单元抽样没有影响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总体的变异性越强 我问你样本规模越大还是越小 来告诉我 我们的总体的变异性越强 确定的样本规模越大还是越小 总体变异性越强 数学就越难解决 那它总体的样本规模就会越大 是吧 刚才有同学说 我那个传统变量抽样的优缺点没讲 那我们再来看看吧 传统变量抽样的一个优缺点 跟货币单元有些点是互为反向关系的 你就记住刚才那套逻辑 对吧 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它是大砍刀 我们来看看 说第一个 如果账面金额与审定金额之间存在较多的差异 这叫总体质量差吧 那传统变量抽样可能只需要较小的样本规模 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审计目标 那大砍刀针对于质量差的总体就好使 粗暴的假设解决掉就完了 第二个 说注册怪师关注总体低估时 传统变量抽样比货币单元抽样更合适 因为货币单元抽样它没有球给你抽 所以你只能用传统变量抽样 零余额跟负余额也是一个道理 对吧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缺点 传统变量抽样比货币单元抽样更复杂 什么叫更复杂 叫计算更复杂 它逻辑简单啊 它直接假设一样的 但是那个总体变异性你还得考虑 而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已经考虑了 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 因此它计算不太复杂 注册怪师通常需要记住计算机程序 你看它都没交给你 直接交给计算机了 同时我们传统变量抽样的一个缺点 当确定我们的样本规模时 需要估计我们总体特征的标准差 这个地方体现了变异性对吧 因为传统变量抽样 它没有本质上的解决变异性 所以你做完粗暴的假设之后 你还得考虑变异性 用什么考虑 用正态分布去考虑 第三个叫如果存在非常大的项目 来读一读这句话 什么叫做如果存在非常大的项目 或者总体的账面金额与审定金额之间 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你能翻译出来吗 来你告诉我 非常大的项目和非常大的差异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变异性强对吗 是吧 而这个时候样本规模还小 那正态分布就不适用了 那对于它们相关的影响呢 如果说变异性越强 我应该确定相关的样本规模 应该大一些 我这个正态分布才能使 所以说如果总体变异性越强 那针对于传统变量抽样来说 它的样本规模就越大 第四个如果几乎不存在错报 这叫质量好的总体吧 针对于质量好的总体 我们传统变量抽样中 它的差异法和比率法将无法使用 为什么呀 因为它有个条件 你得有错报才行 针对于质量好的 总体它没什么错报 你的这个差额法和比率法就没法用 好理解了吗 这个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这是数学的本质 是吧 传统变量抽样 假设非常粗暴 想法非常简单 计算复杂 它是大砍刀 它适合处理 指定比较差的总体 而货币单元抽样呢 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 它的想法比较复杂 你看又有货币单元 又有逻辑单元 但是计算呢 相当于说比较简单 它像手术刀 它可以处理指定比较好的总体 接下来确定我们的样本量 统计抽样里面 我们说是货币单元抽样 和传统变量抽样 货币单元抽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这个之前大神给你们讲过了 我就不再细讲了 而传统变量抽样呢 它都没交给你 直接交给谁了 计算机程序 体现了货币单元抽样 计算量小 对吗 而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呢 计算量大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 它都可以定量的去确定 我们的样本量 而非统一抽样呢 它只能定性 你别看有公式 这个公式叫经验公式 它也是定性的 它不是定量的 第三个叫选取样本并实施审计程序 你看这才叫真正的抽样方法呢 统计抽样用的是 简单随机选样和系统选样 而非统计抽样呢 给它多一个 简单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和随意选样 整群选样不能用 第二个 实施我们的审计程序 注册快师应当去选取每一个样本 去实施具体的审计程序 无法对于选取的 无法对选取的项目实施检查史 注册快师应当去考虑 对于这些未检查的项目 对于样本评价结果的影响 这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咱们的审计工作 做一道题目 练一练看会不会 说我们的注册快师 预计样本存在重大的低估错报 且错报金额与数量密切相关 什么叫与项目的数量密切相关 叫每一个项目 错报一样大吧 只有每一个项目 它的错报是一样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错报的金额才和项目的数量相关 比如说每一个都错五块钱 那下列个项目中 最适用的审计方法是差额法 差额法说的是错报一样大 来我们做一下这道题目 看看利用三种方法 以审数一样大 错报一样大 百分比一样大 好不好做 首先说假公司2020年12月31日 账面的余额是1.5个亿 针对于存货实施细节测试 注册快师确定的总体规模是3000个 样本规模是200个 我们样本的账面金额 什么叫账面金额 这是未审数吧 是1200 审定金额是以审数 是800 那利用比率法 叫错报百分比一样大 注册快师推断的总体金额是多少 它的错报是多少 好不好算 怎么算呀 所谓的比率法就是错报百分比一样大 我们先看看样本 针对于样本 它的错报百分比是多少 未审数是1200 已审数是800 那错报呢 就是400 400比上未审数 是不是三分之一的错报啊 那就是说所有的都错了三分之一 那总体是1.5个亿 错了三分之一呢 它错了多少 是不是错了5000万啊 是不是口算就能算出来吗 那你再算算别的呗 如果说针对于这个均值法 答案是什么呀 现场算啊 均值法叫以审数一样大 就每一个项目 它的以审数都是一样大的 怎么算以审数 样本的以审数是800万 一共有200个样本 所以每一个样本 它的以审数是4万 我有多少个 我有3000个 这不3412吗 我有1.2亿的以审数 那我的错报是多少 错报就是3000万 这是均值法的答案 C是什么 C是比率法的答案 差额法怎么算啊 你看我再猜一下 这不小学生数学吗 差额法你看 我们未审数是1200万 以审数是800万 那对应的我们的错报应该是400万吧 400万样本规模是200个 那每一个项目错了2万 我有多少个项目 我有3000个项目 那我错了多少 我错了6000万 是吧 这是差额法的答案 OK了吗 是不是口算就算出来了 下来有关于注册快师使用传统变量抽样的说法里面错误的事 选项A 说运用传统变量抽样时 注册快师可以使用均值法 比率法 差额法 以及货币单元抽样 这个肯定错了 选项B 说运用传统变量抽样时 注册快师应当对于总体进行分层 是应当吗 针对于传统变量抽样 我们的均值法 那确实应当分层 但是比率法跟差额法 不需要分层 选项C 说注册快师预计总体不存在错报时 不应使用比率法跟差额法 这个确实是对的 没有错报的话 你怎么说错报百分比是多少 你怎么去计算样本的每一个错报是多少呢 选项C 选项D 说发现错报金额 与我们的项目的数量密切相关时 我们的注册快师通常采用的是差额法 是吧 每一个项目它的错报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要提 错误的应该是ABD吧 30题 下列有关于细节测试的样本规模说法正确的是 选项A 说当总体被适当的分层时 那么各层的我们的样本规模汇总数 通常等于在不分层情况下的一个样本规模 如果等于的话 我就没必要分层 我分层了之后 降低了变异性 对吧 变异性由于我们的分层变得更低了 既然变异性变小了 那我的样本规模呢 就会变小啊 工作量不就少了吗 所以这要提选项A说法错的 它不可能等于啊 选项B 说我们的总体项目变异性越低 你看大大小小的 不一样的程度没那么高 它的变异性很低 那通常呢 做更少的工作 样本规模越小 说法正确 选项C说当务受风险一定时 你甭管什么一定啊 你就看 说可容忍错报越低 可容忍错报是及格线 对吧 如果说你能够容忍的错报越低 我问你对这个项目越严格还是越困松啊 是不是越严格呀 所需要的样本规模就越大 越严格做更多的工作 选项C说法正确 选项4D对于小规模总体 抽样比其他的方法更有效 错了 其他的方法比抽样更有效 正确的是B跟C 41D对于下列个项中 属于影响我们细节测试样本规模的音速有 考什么呀 考这个啊 有什么呀 有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有可接受的抽样风险呗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可容忍的错报 还有什么 还有预计的总体偏差率 是不是 那我们看看呗 选项A说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这是个抽样风险吧 他说的是1的问题 选项B可容忍的错报 说的是2最后的及格线的问题 选项C说预计的总体错报 说的是总体的质量的问题 选项4D叫总体是否分层 来 这个地方咱们没说 但是我问问大家 总体是否分层意味着什么呀 它分层了变异性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分层之后 大大小小的归到一块去了 那是不是变异性就弱了呀 变异性越弱 样本规模呢 相对来说就可以少一些 对吗 那它也影响 所以照题正确的是ABCD 但是啊 这个只是针对于传统变量抽样的 但是货币单元抽样不受这个影响 人家从根本上已经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 再三题多选题 下列有关于货币单元抽样的说法里面 错误的是 选项A说货币单元抽样是一种利用属性抽样原理 对于我们的货币金额 而不是发生率得出结论的非统计抽样方法 无论是货币单元抽样 还是传统变量抽样 它都是高冷的 它都是统计抽样 它不是一个非统计抽样 这是错的 选项B说当预计总体错报为零时 这叫好的总体 选项C适合用什么 用手术刀 说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的样本规模 通常比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方法更小 更好用呗 正确 选项C说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通常适用于测试我们的财务报表金额 它的存在 或者是发生完整性是低估 全不全的问题 如果低估的话 它没有求 没有求的话 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就抽不出来 选项C的话是错的 完整性不行 存在和发生都没问题 选项4D说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中 注册快适可以使用系统悬样的方法 选取样本 对于所选取的 我们的货币单元去实施检查 这说法正确还是错误呀 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中 注册快适可以去选用系统悬样 前面讲过了吧 就有间隔吗 不是有什么大单元和小单元吗 对吧 针对于这个间隔 去选取样本并实施货币单元检查 是对于货币单元实施检查吗 好像不是吧 是对于逻辑单元实施检查吗 你看它考的多细节 我们采用系统选样的方法 选取的样本 选样的时候确实用的是货币单元 但是呢具体检查的时候 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用的是逻辑单元 所以照题错误的应该是 ACD对吧 最后一个 在我们的细节测试中 考虑评价相关的样本 推断总体的错报 拿谁推断 拿样本的结果推断 考虑相关的抽样风险 这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 有统计抽样 有非统计抽样 考虑错报的性质和原因 这是一个审计问题 最后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 对于推断总体的错报 首先如果注册快诗 在设计样本时 进行抽样的项目 进行了分层 我们要分层去推断 然后同时呢 将各层推断的金额加总 计算我们的总体错报 同时还要将 在进行百分之百项目的 个别重大项目中 发现的这些错报汇总起来 它可能会有一些精选 你别忘了把那些前五大的 给我垒进来 最后再去做判断 那使用货币单元抽样时呢 要注意基本原理 即每一个被选取的货币单元 都代表了整个的选样间隔 那根据逻辑单元的一个类型 可以使用不同的推断的方法 这个地方你就记住了 这个大单元和小单元 我给你句口诀啊 叫大则大矣 小则呢 污染整个区间啊 什么叫大则大矣啊 如果它是个大单元 你就看它的事实错报 就实际错报 你放进去 如果它是个小单元呢 它又不能选的间隔小 这样的话 你看它的错报百分比 然后把这个百分比给我扩大化 是不是它饥饿如愁啊 是不是它像手术道一样 如果说你是一个质量 不怎么样的总体 它经常出现这种小单元扩大化的时候 你就会失真 发现了吗 如果总体不太好 你说这人不太好治了 腿都废了 那你直接用大砍刀 把它腿砍下来 你别再用手术刀一点点割了 那样做出来的结果会不好 会失真 OK了 考虑抽样风险 这个地方跟之前是一样的 对吧 怎么考虑啊 统计抽样 要求是定量 去考虑抽样风险 怎么体现定量 就这个总体错报 它会变成上限 你推断出了这个总体错报 然后再加上一部分 它变成一个总体错报的上限 加的那部分 体现了抽样风险 而非同一抽样呢 虽然它没改 对吧 你推断了总体错报 是多少就是多少 它体现在符号里 更加严格的进行比对 还是叉叉文号勾 对不对 来 再说一遍吧 你看我再给你画一遍图 这是零 上面是及格线 对吧 这叫可容忍错报 咱们比如说吧 600万 600万有点大 对吧 咱们定一个60万吧 当然之前呢 说了这个可容忍错报 它应当小于等于 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才是对的 因为它是金额 可容忍偏差率 那是个百分比啊 咱们来看一下 针对于这个叉叉文号勾 怎么化 针对于这个统计抽样 它有一个上限对吧 上限的话 就是正常做呗 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叉 叉文号勾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区别 这个跟控制测试 有一点不同 它没有什么了 它没有问号了 它只考虑不能接受 跟可以接受 它不考虑什么 考虑是否进一步的 接受 这个问号没有了 你就删掉就行了 那针对于非统计抽样呢 一样的 还是XX问号 Go 等于不能接受 小于但接近也不能接受 不大不小 考虑一下 然后远远低于能够接受 OK了吗 OK不 为什么没有 你就别管了 你就记住了就行了 再给你讲 你就乱套了 好吧 然后考虑错报的性质和原因 这个地方是什么程序 审计程序吧 这就跟之前一样了 除了去评价错报的金额频率 以及抽样风险之外 注册官司还应当考虑 错报的性质 错误还是舞弊 以及相关的原因 错报与审计工作 其他阶段之间 可能存在的关系 最后得出总体结论 如果我们的样本结果 它不支持总体账面金额 且我们的注册官司认为 我们的账面金额可能存在错报 那注册官司通常会建议 被审计单位对于错报进行调查 同时让必要时进行调整 第二个 根据我们的被审计单位 已更正的错报 你看它已经更正了 对于我们推断的总体错报 金额进行调整之后 你看比如说我们推断 它有100万的错报 然后它更正了多少 它更正了其中的30万 为啥呀 就是注册官司推断出来这个错报 它不知道在哪 然后让被审计单位继续去做工作 然后它其中只找到了30万 那它还剩多少 剩个70万呗 那么注册官司应当将该类交易 或余额中剩余的推断错报 这不是剩余70万吗 与其他交易或账户余额中 找到的这些错报累积起来 比如说你特定选取的那些项目 以评价才会外表 整体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最后一个 无论样本结果是否表明 错报总额超过了 我们的可容论错报 我们对于事实错报 都必须要先修改 什么叫事实错报 对于样本中找到的一些错报 叫事实错报 你不是对于样本执行 我们对于样本执行工作 找到了30万的错报 这个错报是事实错报 然后我们推断总体 比如说他有100万的错报 那有70万注册官司找不到的吧 他也不知道错哪了 这叫推断错报 他说的是这个事实错报 你针对样本做工作 找到这个错报 必须得改 推断的你呢 我们的备审单位自己去找 比如刚才我说的 这个100万里面找到了其中的30万 那你这个70万里面 比如找到了其中的40万 那你把它更正过来 OK了吗 我们再做到题目 稍微坚持一下 我们胜利就在眼前了 下列有关于注册快试 在实施我们的审计抽样时 评价样本结果的说法里面 错误的有 选项A说 在控制测试中 分析样本偏差时 注册快试应当对于所有的偏差 去实施定性的评估 应当定性 应当定量 这是咱们的审计程序吧 人家说应当定性 对不对啊 说法没错 没什么问题 选项B说 在细节测试里面 定义抽样单元时 注册快试无需去考虑 实施计划的审计程序 或替代程序的难易程度 这个是不对的啊 之前大神给你讲过了 在含证 我们去抽样 选择怎么含的时候 你到底是含客户 还是看交易 你要考虑 替代程序的一个难易程度的 选项C说 说在控制测试里面 我们的抽样风险无法计量 谁告诉你的 你把高冷的统计抽样 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对吧 我们的统计抽样是可以计量 可以定量的 但注册快试在评价样本结果时 仍要考虑抽样风险 说错了 选项4D 在细节测试里面 如果根据样本结果 推断的总体错报 小于可容认错报 则总体可接受 对不对啊 来我问问大家 推断的总体错报 你看到这个词你分析一下 它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来你告诉我 如果根据样本结果 推断的总体错报 它是一个统计抽样 还是一个非统计抽样 它明显是一个非统计抽样 如果是统计抽样的话 它应该叫推断的总体错报上限 对吧 那针对非统计抽样 是不是小于我们的及格线 就可以接受 这不是叉叉问号勾吗 叉叉问号勾 只有远远低约才能接受 错了吧 那这小题错误的是BCD 有啥不懂的 在控制测试中分析样本的偏差 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这是个审计程序 我们应当定性加定量 人家说应当定性有错吗 没有错 46题 在下列有关于细节测试中 去运用审计抽样 说法错误的是 选项A 与我们的控制测试中 对于信赖不足的风险相比 注册快师在细节测试中 对于物据风险的关注程度 通常更高吧 你应当更关注细节测试 而不是控制测试 选项A说法错误 选项B 说注册快师确定的可容忍错报 应当低于实际直行的重要性 可不可以等于啊 之前我说实际直行重要性 我定75万 可容忍的错报 可不可以是75万 可以啊 应当低于的说法是错的 选项C 使用非统级抽象时 注册快师无需去量化 总体的标准差 量化指的是定量 非统级抽象不够高了 它定量确实做不到 所以选项C的说法是正确的 选项4D 说使用货币单元抽象时 注册快师推断的总体错报 小于可容忍错报时 样本结果就支持了总体的账面金额 又来了 我问你啊 推断的总体错报 是统计抽象还是非统计抽象 如果是统计抽象的话 它应该叫推断的总体错报上限 这个地方是非统计抽象啊 那既然是非统计抽象 是不是小于可容忍错报时就能接受 不能啊 不叉叉问号勾吗 叉叉问号勾 等于不能接受 小于但接近也不能接受 不大也不小呢 考虑是否接受 只有远远低于呢 才能接受 选项4D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那这要题错误的应该是APD 是吧 这张确实比较难理解啊 相对来说 希望大家去再去听一听这个先学班啊 那咱们就今天就这样啊 同志们辛苦了 拜拜